传说中国古代有一种茅山术 将人皮包下做成灯笼 就可以让对方永世不得超生 茅山倒是熊爷 将一具男尸仗在风水极差的山衰齐败血 将女尸的皮剥下做成人皮灯笼 男的要倒霉时事 女的永世不得超生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辉哥从小父母双亡 做点小生也经常遇到倒霉事 去黑帮当小混混 因为他是出了名的倒霉鬼 除了两个二愣子 也没人敢靠近他 去必在 还赶上人家心脏病复华 被警察扣留 安地里让辉哥做线人的包警官 及时出现帮他解围 还跟他说熊爷从台湾回来 为了地盘肯定会和他的帮派活拼 让他密切监视 没多久双方在剧院展开活拼 对方人数众多 在小荣的帮助下 辉哥捡回了一条命 在警局 熊爷一眼就认出了辉哥 辉哥的前尘往事在脑海里闪现 口吐白沫 被送进医院 他被噩梦惊醒 一个脸色发青的大伯告诉他 他大难临头 四婆才是他唯一的旧警 果然他的两个兄弟 马上带来了坏消息 熊爷点名要除掉他 大胡是想去荷兰请外援帮忙 还把他唯一值钱的手表给掳走 在走廊里 无意中看到了 死了几个小时的大伯 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刚出院的辉哥 偶然间看到了前世的手表 有一股怪力拉着他 人群中撞倒了包警官 还强行拖到一个旧房子里 他产生了幻觉 看到了前世的景象 他和小荣在这里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 为了解开真相 他找到四婆 想看看自己的前世今生 原来他的前世是熊爷的律师 在熊爷的情人唱戏的花姐这里 遇到了学习的小荣 他一眼就被小荣的气质打动 但是花姐一直基于辉哥的颜值 辉哥只能找各种理由推脱 两人在面馆约会 被花姐撞见 掀翻桌子 花姐的鬼魂闯进幻境 被四婆镇住 辉哥请求四婆招出小荣 前几天守灯人去世 小荣才有机会逃出灯笼 灯重新被点燃 想招出小荣十分困难 这时四婆却因为偷刷别人的胸卡 被包警官带着 辉哥用血迹强行施法 吹灭灯火 因为屋内的温度太低 流血过多昏厥了 他醒来时看到小荣 又陷入了前世的回忆 包警官小时候就受过辉哥很大的恩惠 熊爷基于小荣的美设 当晚花姐想把他许配给熊爷做妾 小荣连夜哭着来找辉哥想办法 却被花姐堵在屋里 前发生争执时 花姐被吊膳搅死 辉哥连夜把收集到熊爷的罪证 顺给当地的法官 先下手为强 谁知对方找被收买 辉哥被砍死 小荣不堪受辱 至少就出现开头的一幕 小荣用血在辉哥的手上 写了一个情字 让他记起了所有往事 小荣提起包警官 让他去找包警官帮忙 他看到母亲的鬼魂后 才相信辉哥就是恩人 大恩陪他去找回 埋在山衰击败血里的骇骨 这里早就变成了赌场 辉哥在外面帮他把风 包警官去赌场矛坑挖骇骨 为了搓住这些赌徒 自己也上去玩两把 开始一直输 当骨头被挖出来时 辉哥终于转运了 接连抽中满点 赌场老板 无意中抽出正轨的符咒 将花姐的鬼魂放出来 在四婆帮助下 将其打回地狱 包警官把辉哥的骇骨 和熊爷父亲的骇骨 成功调换 另一方面 在小弟去偷人皮灯笼的辉哥 却被熊爷埋伏 虽然拿到灯笼 小弟却被砍死 他和包警官会合 却依旧被赶来的熊爷追杀 眼看两人被剁 原本以为只是水口吹牛的大胡子 以为辉哥转运 真的请来了救命 熊爷趁乱躲走灯笼 跳楼逃生 之后熊爷大批小弟被抓 只能到警局里来避难 熊爷不知道哪个精搭错了 在警局开枪 威胁警司 因为曾经在警局里嘲讽官二爷 被破了刀枪不入之身 跪倒在官二爷面前 被丢在一旁的灯笼 打斗时发生自然 当辉哥看到时 已经燃烧殆尽 小荣说完最后的一言 终究无法投胎 魂飞魄杀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最好的恐怖香港老电影 是什么呢 可以分享给我